主要不是因为我呗 这个可以剪是吧 就怕我接不下去 你主要是想看他吧 再试试 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露 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灵鹤 那在正确采访之前 我们要玩一个经典的紧醋 让你吃老师 完了 我感觉这触及到你的雷了 啪 我的雷 没事继续 大家都猜一下后面要烤哈 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然后介绍一下对方的 在剧中的角色吗 大家好 坐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先生谢威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还有威严的帝师 威娜 这个坐在我旁边的是 我一个不成器的学生 她的名字叫姜雪妮 但是我叫她宁儿 然后人如其名吧 就可能就说这么多 就很二 白露老师这次饰演的 姜雪妮这个角色呢 感情线一对多哈 嗯 心情是怎么样 心情跟我的感情线一样复杂 它是有阶段性的 她跟彦琳其实一直都是青梅竹马 然后跟张哲是前妻 跟谢威是后妻 那么张力克老师说 您绝对不想巧适的一个角色 就是风媲美人 嗯 但是在这部戏当中呢 谢威就是一个 风媲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什么让你争相了呢 争相是肯定是争相了 谢威的风吧 不是那种真正异常的风 而是说她经历也好 或者说境遇也好 让她对一些事物的处理态度 会跟常人不太一样 情绪化比较多一点 两位在现实生活中 你觉得对方在自己心目中 是怎么样的 你先说吧 就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帅 又无能力又好 又务实又努力又认真 悖剧本又快又聪明 智商又高 啊 啊 啊 然后是个好人是吧 对是个好人 美了 满意吗 满意满意满意 我这脑子里面没有这么多词早 这鲁鲁在生活中呢 就是看似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 但其实就是很细腻吧 她会有别人看不出来的那一面 她能感受到你的情绪 或者是给你一些情绪上的帮助 你是动恶底 可以比较一下今天凡路老师的造型吗 别动别动 不要摸脖子 这非常好看啊 她的造型 已经想不到形容色了 所以只能用好看来形容 那两位呢 从这一次是第一次合作嘛 很多位呢 就是跟太阳恶球做过什么事情吗 打游戏色吗 打游戏色吗 在剧做什么好玩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吗 那可太多了 太多了 只要是王羯爷子 你谁在给我 这是我在不快乐呗 蛤 这主要不是因为我呗 这个可以剪是吧 哈哈哈哈 隐藏任务 还记得吗 几条的 几条在我这 你是啥呀 我是啥 我自己也忘了再看一下 你别看了我的 那张是我的 我是不是故意的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那我也没看到 我确实没看到 因为平常看白鲁老师 有拍一些短视频吗 在下的门阁上 然后有教江凌晃老师 在现场拍一些短视频吗 我给了任务的呀 学不会 学不会 要手把手交 慢慢来 以后会有机会 进组之后 剧组的小伙伴们 有私下一起聚餐之类的吗 有 有啊 那你们自己去玩的时候 经常会去哪些地方吗 没有我们就只是聚餐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对 没那么多时间去玩 太厉害了 我们真的很想看你们俩去KTV 你主要是想看他吧 弟弟酸盘奔我脸上了 我唱歌也没有什么好听的了 但是您跳舞很好 您能舞他能唱 这话我接不下去 我们林河老师最近可是娱乐片的 当我和我们百银鸟 咱们下一个问题吧 像太阳太阳照在我们脸上 两位呢平常有没有追剧一颗CP的 喜欢克林河CP的 我肯定喜欢那种斗嘴式的嘛 关系人 对了 关系人 我啊我见到谁克谁 蛤 随意克是吧 对啊谁演的好克谁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CP生成器 如果明雅的角色 如果一个CP名的话 会是怎么样的名字 可以啊 鞋匠 鞋匠为啥 鞋匠 鞋吗 还能这样 这个成语可以点不 成语 成语会不会比较有意思 不好意思 好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不好意思 喂 喂 我才把握手 好 不好意思 啥呀 看看 没有成语 成语好像不行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为你好听 还是就是自家去的 对 是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猜一下对方的银行任务 鞋设计算没完成 所以刚刚那个电话 对 刚刚那个电话 我刚刚你过来 我说还什么急事 我心里把他揪了一下 你知道吗 真的好无语 我没完成 我是让你比五个爱心 比五个爱心 有五种方式 那是怎么可能 五个爱心 你不提明白 嗯 我提不这么 怎么可能是要 我还沉浸在刚刚那个变化当中 所以是假的是吗 还练了半天呢 有一场戏 是他就先离开了嘛 后面半场是我拍的 然后导演就开始跟他说 林浩刚刚我们那个戏是那么拍的 然后所有人都听出来是假的 只有他一个人 真的 你们真的有了 不会吧 然后我就这么看着他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 白鲁老师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吗 没有他可聪明了 他是担任骗我的角色 怎么可能会被骗 哈哈哈哈 那么我们既然有这个任务 肯定是有惩罚 就是您需要在30秒之内 你没有用什么方法 和白鲁老师对事 害羞 害羞啊 我这人是为了不害羞的 连一眼吧 连一眼 连一眼 3 3 2 1 开始 哎 笑了 我就笑了 录到了吗 这还不害羞 那要这样才的害羞啊 那个叫做闪躲 哈哈闪躲 这试试 可以了吧 行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特别的方式 给这个采访打个板 特别的方式 那比个新吧 刚刚我认为也没完成对吧 我要跟他一起比是吗 那 ok 嗯 啊这个啊 1 2 2 3 那还有什么 还有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双心 双心心 呃四 再来一个 好了 ok 我记住了啊 那十块钱 两个人凑不起来一副养 小仙女 小仙女 再来 那你说一个白鲁最大的优点 这是一个王赫帝最最最最最大的优点 哈哈哈 好 我是演员白鲁 我是演员王赫帝 可不可以用剧中的角色设定 然后介绍一下自己在剧中的角色 啊 哎 我有麦你不是 哈哈哈 你有麦啊 我在剧中饰演 戏经 财经记者 郑舒逸 是一个女演员 打引号的女演员 大家好 我是名誉云创CEO实验 嗯 在场上我们先玩一个默契小游戏 用四个字来回答 比如说我说 那我们最近最要看的一部戏是什么戏 你爱卫英 一人一个字 一人一个字 四字形容证书业和实验的组合 天 作 之 和 四个字总结以爱卫英的亮点 飞 常 精 才 四个字预测以爱卫英的收视 书 是 长 红 这次不是胜利了吗 胜利了之后呢 肯定会有什么东西 有个奖励 失败了是不是就有个惩罚 十块钱 不记住拿啊 那十块钱 有过往 骗了我十块钱买了个教训 给我十块钱 可以买一样东西怎么样 可以啊 买一个教训 你不知道是什么呢 我透提了是吗 这个奖励就是什么呢 我们后边是 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炸裂的视频 看 四个字 我没有 看 你爱卫英 我我不行 我 我爱卫英的 有点东西 可以可以可以 没用心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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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还在发 现在还在刷 实实在是吗 那这次是两位的第一次合作吗 你们之间第一次才想说破冰是怎么破 我们没有破冰 还需要破冰吗 我们两个艺人有这种破层在吗 哈哈哈哈哈哈 那据哈卫波 你们的很多宣传物料都很热门吗 大家有看评论吗 评论吗 两个人凑不起来一副牙 哎 怎么把我要摄的摄了 我们俩拍过一个抖音 我发的是正常版 他发的是失败版 那底下就说你收一收 然后他必要出来了 哈哈哈 你现在是实验 是是是是 那我很好奇就是 平常两位拍肚料的时候 谁就是笑场比较多 我想笑场都挺多的 物料没有笑场 咋没有 就笑场就是笑在物料上 哦是吗 哦这有一回是拍啥来着 咔那嘎嘎笑 在你家那个景 我一起换那个什么 哦哦 是不是 还用波音枪 是 是是 哈哈哈哈哈哈 那狂笑停下来 一场戏拍完了 这个物料还没拍完 哈哈哈哈 那网友都说了 你们两个肯定不 不敢对视 你别闹了 抖音枪 没必要没必要 这这会真没必要 哈哈哈哈 不至于吧 哈哈 我本来还好 你还破功了 一二三 还可以 你这一天 差子都在嘴车上 你以为你也好不到哪去 想问一下贺丁老师 然后那这一次在 视野霸总有什么感觉 然后 在 我也想说在 到名寺 到名寺 我觉得也到不了霸总这个级别 到名寺还是一个就是 富二代 对 也不是也不是 二四呢 二四好 二四也很好 哈哈哈哈 对 什么题来讲 哈哈哈哈 这一次在野霸总的就是什么 感受啊 因为我觉得实验真的很nice 作为一个成熟男性 应该就是具备的一些因素 像实总学习了不少 那很多网友都在感叹啊 实验是到名寺长大之后的那种 样子 你认为那好像 因为确实毕竟就是一张脸了 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也证明就是我自己 这些年的这些工作呀 这些成长有被大家看到吗 那小微笑的男高老师 那我了解到就是 正书历在剧中 有非常多的图备情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 哪句 嗯 预备起 莫文外的阴天 孙燕子的雨天 周杰伦的晴天 都不如你和我聊天 好 那我再靠一下 还有另外一句的 如果 这同步不了一点 你自己来 如果撩到你了 不好意思我是故意的 那刚开始看这个剧本的时候 对正书役这个角色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跟你本人的性格 你觉得像吗 他多一些古灵精怪吧 但是我是这么分的 就是在他面前 是一版的正书役 在职场是认真的 一个版本的正书役 所以就是有一个slogan 就是一定要告诉所有的女孩子 不要为爱情牺牲自己的视野 也不要为了视野 牺牲自己的爱情 反正就是以自己为重嘛 厉害厉害厉害 想问一下贺地 就是去年夏天嘛 然后尊上青苍敬 再来一位 起 尊上东方青苍开大名场面 你要不再来一位 看没看 不是 看没看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东方青苍开大名场面 非常的令人深刻 那这一次 实验有什么名场面 值得让我期待一下 蛮多的呀 就是什么 他被欺负了 我非得让人道歉呀 这个叫剧透吗 这个就涉及到剧透了 那路透都有 也是 也是也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明不明场面 高不高光吧 还是大家看完了 国和大家自己来评判吧 我想到路老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 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在树底下呀 你让我下来 我说我不下 他说仙女 小仙女 是女 下来 我一个非常火的说法 依人的乐趣 是围着哀人找乐趣 那在我们那个 一二零零剧组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位哀人 是你们找个个子的这样的人呢 一二零零好像都挺易的吧 没有 谁是爱啊 哦 周柯宇 他是带跑篇了被我们 还有 魏老师 魏老师 魏老师一开始也有点 没有 其实就是我俩最易 其他都多多少少有点爱吧 被我们带跑篇了最后是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组民氛围好嘛 那剧组大家是不是收工了之后 会私下一起去玩 会啊 会 玩什么 就是在私底下玩的时候 看到了魏哲明这个潜力 然后他就上了哥哥 对 真的是 以为他是那种不声不响的人 结果去了那个KTV 他就开始 又跳又唱 而且跳的还是都是那种 比较经典的那种男团的舞 对 是你们推荐他上吗 那不是 那不是 想问一下贺地 实验这个角色 对于你而言的挑战是什么 年龄感 还有就是很多细节 因为实验也是一个 不醒山不漏水的这样一个车 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很细微的这种表情来去做 然后其实在演绎的时候 我觉得遇到一个就是比较大的挑战 就是怕每一场演的都很相似 为什么老是最后打点打在我一个三分什么四分 对对对对 老是就那么一笑 就感觉后来就觉得就不能就是每一场都一样 就要把这个阶段和这些细节区别化 而这个当时对我来说挑战还是蛮大的 前段时间 老师又跟猫的树拍了一则 真正的一个视频 你的心境有什么变化吗 那当然 这八年白火了 没有 没有 拍这个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 就很多事情它会随着时间而过去 就没有什么都过不去的 到了这个阶段发现他也好我也好 大家都在进步 就很感慨 哎呀多好啊 那两人在拍就是本戏的时候 所以难克服的是什么 难克服的是现场的观众 因为他们会给反应 哦 刚很深情的要开始 是是是 大家就哦 跟演话剧一样 那两位嘛 都是网友公认的最会玩抖音的艺人机 哎呀还好啦 哎呀还好啦 胖胖胖胖了 还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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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上的热感都能跟上了 最近就是那个打电话嘛 戴耳机打电话 打电话那又是啥呀 还可以吧 哎最近这个 石总有点忙就是 在冲浪这方面有所落下 你们觉得今年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吗 我觉得今年过得好慢啊 我也觉得今年好慢 我们杀青十三月份 然后中间我们拍了一部戏 对 然后现在这一年还没过去 对我现在就是说 手头还有四百多场戏没有拍完 四百多场戏 今天我们说在盘杀青的时间的时候 都一直觉得是去年的事情 才发现是今年杀青的 在就是2023年最后一个月里面 然后两位有没有什么 生活上的计划没有完成的 没有 我已经完成了 全部都完成 哎呀挺好 我啊 我就是 把当下的戏给杀青 还没有完成 正好是最后一个月完成 那最后一个问题 留给你吧 各自问对方一个你想问的问题 谁给心理会好 那你说一个白鹿最大的优点 白鹿最大的优点 美丽 我就是一个只有外表的人 就是一个王河蒂最大的优点 王河蒂最大的优点 人格魅力 哎你好烦哪白鹿 那个那我们就用剧中角色的荣性格 他来赠我们小伙伴们大伙伴 哎呀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以爱为盈 收视长虹 完了 完了 完了完了 下班吧 哇哦 好高人 好霸气 天啊 不嫩 谢谢一队 距离爱 谢谢你